過年我們也會去 然後爸爸生日也會去 父親節也會去 然後 有空的時候哥哥可能突然間想去 也會問我們 欸要不要一起去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一年當中 我們去蠻多次啦 不只青年節 因為那個 初專輯也會去 喔初專輯也會去 初專輯也會去 錄音前 錄音前 錄音前我也會去 錄音前我也會跟他說 欸爸我要準備 這次都收完歌囉 然後準備要進錄音室了 這樣子 然後就是 就是 類似像說 希望爸爸保佑我 這次錄音都很順利這樣子 那個青年節快要到啦 會不會去 給爸爸那個掃墓 當然會啊 一定會一定會 就是跟爸爸 跟哥哥一起 對 有約定好什麼時候了嗎 可能就是在 4月那個 青年年假的時候 挑一天 那我們不會在 青年節當天 因為就是怕 塞車也是一個問題 然後人很多也是一個問題 每一年會不會有 不是不同的這個心境啊 因為其實 平常騎就會去對不對 平常騎就會去啊 對啊 平常跟 一年其實去蠻多次 很多騎日要去 過年我們也會去 然後 爸爸生日也會去 父親節也會去 然後 然後 好 有空的時候 哥哥可能突然間想去 也問我 誒要不要一起去 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一年當中 我們會去蠻多次啊 不只青年節 因為那個 初專輯也會去 哦 初專輯也會去 錄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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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會去 錄音前 我也會剛才說 我要準備 這次都說完歌囉 然後準備要進錄音室了 這樣子 然後就是 類似像說 希望把他保佑我 這次錄音都很順利 這樣子 祝我一筆之力 然後 讓我把這張專輯錄的就是 聽眾朋友 粉絲朋友們 都非常喜歡 這樣子 每一次去有沒有心境上面的這個不同啊 其實 因為我每次去一定都是 平常 我們生活當中 應該都發生不一樣的事情嘛 所以 每次去的時候 就是會跟他聊聊天 然後 告訴他說 誒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等等的 呃 我放我的新專輯 因為以前 本來就都會給他聽嘛 對 然後以前放給他聽啊 他就是會 呃 特別聽到哪一首 特別好聽 他就會講說 嗯 你老闆這次 就用心的哦 然後 然後特別說哪一首歌 哦 那首歌 很好聽啊 等了很好的 等等的 然後或者是他特別喜歡哪一句歌詞 特別喜歡哪一個旋律 聽完之後 他可能就會 哼一下 表示說 他聽一遍 他就會哼那個副歌了